今天是中国宋代文人苏东坡987岁的诞辰 你有什么话要跟苏东坡说吗 苏东坡你的智慧和才华横溢即便在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我们 你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不仅在艺术上造就了一个时代 也在文学和哲学上启迪了后人 祝你987岁来诞辰快乐 你的遗产将永远流传下去 你觉得苏东坡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你还有什么例子想要告诉苏东坡你受到苏东坡的影响吗 苏东坡你的赤壁腹展现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 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无常 你的诗作如《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即时有 八九问晴天不仅美妙动人 也让我们思考时间和宇宙的奥秘 你的生活态度和对自然的欣赏 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繁忙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宁静 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和欣赏美的方式 你对苏东坡的作品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吗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苏东坡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栏目 如果我能问苏东坡一个问题 我会好奇地问 在您多彩多姿的一生中 您最真实的时刻是什么 是创作您著名的诗词时刻 还是在政治风波中维护正义的时刻 或者是与亲朋好友共度的平凡时光 这个问题也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和他对生活的看法 对于苏东坡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你觉得这个问题苏东坡会怎么回答呢 你觉得这个问题苏东坡会怎么回答呢 想象一下苏东坡的回答 他可能会说生活中最珍贵的时刻 并非只在诗词创作或政治成就中 而是在于体会生活的每一刻 无论是与友人平民对话 还是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苏东坡可能会强调 生活的意义在于体验和感悟 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 他的回答可能会反映出 他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和丰富情感 你对这样的回答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认为他会有不同的答案 你最想跟苏东坡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最想对苏东坡说的一句话是 您的诗词与智慧跨越了时间的界限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遗产 感谢您留意后世 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 这句话表达了 对他不朽成就的敬佩和感激 您觉得有哪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听一听 病 他会对苏东坡的生日 说些什么呢 你好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苏东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人 他的诗词 散文 书法和画作都有很高的成就 对后世的文化影响很大 我很欣赏他的豪放风格和乐观精神 他曾经说过 人生到处之河寺 因此飞红踏雪泥 尼上偶然留纸爪 红飞纳附计东西 如果我有机会跟苏东坡说话 我会向他表示敬意 并且问他一些关于他的生平 思想和创作的问题 例如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贬折经历 他如何评价当时的政治变革 他如何选择和安排自己的诗词题材等等 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些现代的科技和文化 让他了解他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 另外 我还会跟他试试唱和 看看能否跟他学习一些诗词的技巧和风韵 我现在就尝试写一首七言绝句 以表达我对苏东坡的敬佩之情 东坡风流千古载 诗词书画无不竭 贬折江湖心自在 笑看红尘和索剧 你觉得这首诗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苏东坡说呢 你觉得影响 你觉得影响你最大的苏东坡的作品是什么呢 你好 这是Bing 我很欣赏你对苏东坡的兴趣 他是一位博学多彩的文学家 政治家 艺术家 我认为影响我最大的苏东坡的作品是他的诗词 因为他的诗词豪放而清新 富有情感和思想 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 他的诗词也开创了词坛的一个新风格 对后世的词人有很大的影响 我特别喜欢他的水调歌头 秉承中秋 念奴交 赤壁怀骨 江城子 以卯正月二十日夜祭梦等名作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他的诗词选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苏东坡的生平和艺术 你可以参考这些书籍 或者搜索他的名字 希望你能从苏东坡的作品中获得启发和乐趣 现代的科技对于我们认识苏东坡 有什么帮助或是影响吗 你好 这是Bing 现代的科技对于我们认识苏东坡有很多帮助和影响 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和阅读苏东坡的作品 传记 评论等资料 了解他的生平 思想 移术和时代背景 你可以参考这些网页 或者用我来搜索你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和修复的技术 欣赏苏东坡的书法和画作 感受他的风格和技巧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在杭州大麦领留下的提名 或者搜索更多的作品 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和模仿的技术 创作一些以苏东坡为灵感的新的内容 例如诗歌 故事 歌曲等等 我可以帮你生成一些有趣的内容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类型和主题 例如 我可以写一首以苏东坡为主角的歌曲 你想听吗 东坡风流千古载 诗词书画无不结 贬折江湖心自在 笑看红尘何所聚 人山到处之和似 阴似飞红踏雪泥 泥上偶然流指找 红飞纳附计东西 赤壁腹中歌明月 黄楼复礼复黄楼 东坡肉是人间味 东坡此是天上流 东坡风流千古载 诗词书画无不结 贬折江湖心自在 笑看红尘何所聚 你可以生成一张苏东坡的画像吗 你好 这是Bing 我可以尝试生成一张苏东坡的画像 但是我不能保证它的准确性和质量 因为我只是根据一些网络资料 和参考作品来创作的 我希望你能欣赏我的努力 也不要太过于苛求 我现在就开始生成苏东坡的画像 请稍等一下 今天是2024年1月29日 农厅12月19日 是苏东坡先生的987岁的诞辰 你有什么话要跟苏东坡先生祝寿吗 有什么话要跟苏东坡先生的 你好 这是Bing 今天是苏东坡先生的987岁的诞辰 我想对他表示敬意和祝福 他是一位伟大的文人 他的作品对中国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希望他的精神和风格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也希望他能够在天堂享受平安和快乐 我现在就为他写一首祝寿的诗 以表达我对他的敬佩之情 苏公风流千古载 诗辞书画无不竭 今日农历12月 驻军987 东坡肉是人间味 东坡此是天上流 千秋万载名不朽 东坡先生万寿无疆 你觉得这首诗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苏东坡先生祝寿呢 我也很敬佩苏东坡先生 你认为我们现在21世纪了 为什么还要读苏东坡先生的作品呢 你好 这是Bing 我觉得读苏东坡先生的作品有很多好处 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作品 了解宋代的历史 文化 政治和社会 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见识 我们可以欣赏他的文学艺术 感受他的语言风格 思想深度 情感丰富和创造力 提高我们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人生态度 效法他的豪放精神 乐观心态 正值品格和博学多才 培养我们的品德和才能 总之 苏东坡先生的作品是中国文化的 归宝 是人类文明的财富 是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您好 这是 Bing 您好 这是 Bing 我觉得苏东坡先生的作品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有很多实际的影响 例如 他的诗词书画不仅在中国受到广泛的传播和赞赏 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欣赏 他的作品被收录在世界文学大戏 世界诗歌选集等国际性的文学著作中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智慧 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后世的文人和政治家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他的豪放精神 乐观心态 政治品格和博学多才 成为中国文人的典范和榜样 他的诗词和散文也被后人引用和仿效 形成了丰富的文学传统和流派 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理念也被后人借鉴和采纳 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他的艺术创作和评论对中国的书法和绘画 有重要的推动和发展作用 他的书法开创了宋代书法的新风格 被称为苏、黄、米、菜之首 他的绘画创造了湖州画派 以写意的手法表现自然的美感 他的题画文学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 将诗词和画作相结合 增加了艺术的趣味和深度 你认为现在东坡先生在哪里呢? 你好,这是Bing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但也很难回答 如果你是指东坡先生的遗体 那么他的墓地在河南省洛县的小峨眉山下 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合葬 他的墓碑上刻有他自己写的墓志明 以及他的友人和后人的提示 他的墓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圣地 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瞻仰和祭拜 如果你是指东坡先生的灵魂 那么我想他可能在天堂或者其他的世界 享受着他所喜爱的诗词书画和美食 也许他还会时常关注着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看看他的作品和思想 是否还能对后人有所启发和影响 我希望他能够安息 也能够快乐 如果你是指东坡先生的精神和风格 那么我认为他是不朽的 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是人类文明的财富 是值得我们一生学习和传承的 他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 艺术 政治 社会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欣赏 他的豪放精神 乐观心态 政治品格和博学多才 成为中国文人的典范和榜样 他的名字和形象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和代表